那不明白的话就自己Google一下啦 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呢 不心不觉谷歌已经成为了搜寻的代名词 正是因为谷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搜索引擎 被美国法院当地时间星期一裁定违反了反垄断法 法官梅塔在裁决书中表示 谷歌通过独家经销协议的方式 或使人们在使用电子设备时以谷歌作为网上搜索和文字广告的默认选项 介意垄断市场 在很大程度上和无形中使竞争对手陷入不利 那这也不难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在购买智能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时候 谷歌早已在手机上安装好了 法官就指出 仅仅是在2021年 谷歌就花费了超过260亿美元 来锁定这些默认协议 法官在这项裁决中写了一篇长达277页的裁决书 在仔细考虑和衡量证人 包括谷歌、微软和苹果高管的证词和证据后 得出以下结论 谷歌就是垄断者 并且他一直以垄断者的身份维护其垄断地位 针对这项裁决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 这场诉讼的胜利代表着美国人民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这同时也证明了任何企业 无论是规模或影响力有多大 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美国司法部起诉谷歌一案的审判已经开始了一年多 是在前总统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时提起的诉讼 让这起案件成为了美国25年来最大的反垄断对决 有鉴于此 谷歌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 随即就发表声明说将会对裁决提出上诉 这一重大裁决可能会撼动互联网并阻碍这家 全球最知名公司之一的发展 这样可能大家会想 不用谷歌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说不定以后SachGPT就会代替谷歌以下 成为搜索的代名词呢